好 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我们的美食单元 在今天美食单元的一开始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好久不见的陈建年 陈建年他在几年前 以故乡普悠拿下了金曲奖 十个好久好久了 他现在从警察的岗位上面退休了 然后专心致力于进行音乐创作 所以他一创作就一名惊人 在今年2022年的金曲奖 他再次拿下了原住民的专辑奖 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 就是他这个非常好听的 他这个专辑很特别 他几乎是在替蓝语这个地方写歌 所以他整个的歌里面 也有非常短的像是出海前的吟唱 也有像是捕了鱼很开心的欢唱 也有这种回到蓝语之后 描述整个蓝语真美的歌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叫做海的眼泪 好 那这个听海的眼泪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跟海有关 好 今天我们介绍一位 非常特别的老师 这位老师是海洋大学的 随产养殖系的老师 他叫做黄之洋 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也很好玩 叫怪奇海产店 一个教养殖的老师 介绍大家怎么吃这个鱼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先介绍我们这个现场的来宾 黄之洋老师 老师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其实我们以前 我们节目里面 算是蛮早开始聊起台湾 台湾的海洋 然后一方面也讲到海洋生态 如果在礼拜三就是台湾环境 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介绍过 因为先前有一个鱼饭 不是写了书吗 林凯伦 那我们也开始请他带我们去 渔港里面去认识一下 每个渔港里面的一些生态 但是我们也聊到了 我们是海岛之子 海洋之子 但是我们认识海洋的方式 通常都只有海鲜 但是我也没想到说 老师也是从海鲜厨房 就虽然是在进行 你教的可能是活着的 但是你这本书写的 都是在我们桌上 成为大家的餐盘里面的真修的 为什么 其实就像主持人提到的 很多人提到 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 台湾只有海鲜文化 没有海洋文化 但是我想海洋文化 因为台湾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 跟政治的情势 所以变成我们长时间以来 跟海相对是陌生的 所以海洋的文化 不是一处可及 在短时间之内 就可以慢慢养成的 所以我们 所以我每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们能不能从海鲜文化 逐步建立我们的海洋文化 因为这个中间就跟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 在礼拜三我们会谈一些 环保的议题 环境的议题 那其实我们吃的这些 不管是养殖或劳补的 其实它只要从海里来 从水里来 它就会跟资源 会跟环境产生密切的关联 而消费者其实是最有机会 也最有能力的落实者 因为我们就在市场里面选择 我们在餐厅里面 或在家里面品尝 所以这个是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OK也是 就是说你与其说 完全去排斥 或是说呢 自我批判有关于海鲜文化 也还不如就从 因为总是要吃海鲜嘛 就从海鲜那挑选 给你知道为什么吃吃什么 开始去了解我们这个周边的生态 然后你可能真的可以透过选择 吃什么不吃什么 来让这个海洋本身的孕育 来得更加的多元 对不对 OK好 所以呢 但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这本呢 这个叫怪奇海产店 它这个讲到 虽然是海鲜文化 但是也是切入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一些比较怪的 比较长的丑的 平常比较少 应该讲比较少吃 其实也不真的少吃 我看里面有些是大家常常吃 但是你根本不晓得你在吃什么的 所以呢我觉得很好玩 但是我们先讲 这本书呢 其实在编写的时候 第一个为什么你要挑 怪怪奇怪的海鲜 跟海鲜来介绍 那再来就是说 你这个目录看起来像是在 好像到我们到了一家海鲜店 路边快炒一百块 然后打开menu 有这个煮 有煮前菜类是下韭菜 有煮菜类这个煮餐 还有呢之后的小吃类等等 这样分 好像在点菜单一样 事情特别设计的 对因为我想 一方面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大概就是如此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台湾是一个四面华海的国家 而且我们虽然未处在雅热带 但是其实我们的季节相对是分明的 而且我们的东南西北 还有里岛的环境 其实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核其有幸 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海鲜 但是我觉得 蓝轩姐应该做了很多的功夫 在这本书的内容里面 因为你其实把重点都讲出来了 就是 我每次都被发现说 啊我里面不要贴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也画了很多重点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吃其然 吃其所以然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餐桌上 可能就是 哇就痛快的享受一顿 但其实里面不只有 可能有资源的议题 有环境的议题 其实还有可能是生活美学啊 甚至是我们 因为我常常讲说 我们闻到一个味道 或吃到一道菜 其实很容易想起一个人或一件事 那我想这个都是食物在提供我们能量 跟营养以外很大的功能 跟乐趣 是啊是啊 所以你自己自己也做菜 对不对 偶尔做 偶尔做 但是你会很喜欢 习惯 因为你教 你教的是水产跟海洋 所以你就都喜欢做海鲜 呃对 其实一方面是自己喜欢 那另外一方面是 现代人的饮食观点跟偏好 好像也偏向所谓的水产品 因为它跟情绪产比较起来的话 它的种类非常多 而且它的来源有养殖跟老补 那它春夏秋冬其实都不太一样 它有国产跟进口的 那所以我们在编写这本的时候 其实是用一个菜单的切入点 来让大家觉得 其实我要去海产店去挑选 我想要品尝的 其实不是那么困难 不然我常常到很多地方 你会发觉 现在的饮食环境有点变成说 我去任何一个海产店 他都会问你说 要不要炒个海瓜子 然后烫个火虾 然后炒面炒饭 然后一碗鱼汤 然后再炒个青菜就结束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错过了 我们去感受很多不同地方 他们的饮食文化的一个机会 你这样讲真的是太好了 是这样没错啊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海鲜 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 因为很小 所以物流非常的通畅 所以当物竞 这个物畅其流的状况底下 你什么 比方说我常觉得说 我们到每个观光景点 卖的东西也都一样啊 你说 偶银只有在九份吗 并也没有啊 所有地方的观光景点 连阿里山上搞不好都卖偶银 就是这样子 那比方说 你说阿里山上卖香菇 段木香菇 没有啊 很多地方都卖香菇 所以就变成 所以每个地方的特色 并没有出来 但是事实上 在我们的台湾岛 就是春夏秋冬 东西南北 基本上其实能够捕捞的 或者养殖的鱼 是不一样的 对 对不对啊 OK好 所以刚才呢 老师也讲到说 呃跟现在大家习惯吃 呃 鱼来的多也是啦 就是说现在就营养学的角度 养生来讲的话呢 红肉少吃嘛 白肉呃多吃一点 那算白肉的话呢 就以鱼为主啊 这个鱼虾为主 好 我们要休息一会儿了 呃 既然呢 大概了解到了 这个有关于海鲜也好 海餐也好 或者对于我们这海洋 生态也好的一些 呃 呃实质上的啊 这个享用 或是呢 呃一些相关的需求之后 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回来啊 我们就来聊聊呢 到底这本呢 怪奇海产店里面 有哪些东西很怪 但是事实上 我们都在吃 但不晓得他在 他是在什么样部位啦 比方说 鱼标是什么 鱼白是什么 鱼剑是什么 呃 鱼杂是什么 呃 你吃的 嗯 石斑长 是石斑的 是石斑鱼的长吗 基本上啊 这个差的还蛮多的 我们谢谢 回到现场 好 回到栏轩时间 我们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海洋大学的教授啊 黄之阳教授啊 来聊天 呃 呃 这位教授呢很平民啊 他还写了一本书 而且经常呢 去呃 逛海产店 应该是还自己下厨 很爱吃东西啊 呃 他是黄之阳老师写的是个怪奇海产店啊 这本书 好那这边讲到是海岛子民的海卫星指南了啊 从渔船到渔港 从餐厅到厨房 也就逛来说的话呢 你最常的应该就是逛基隆的渔港嘛 因为你们在海洋大学在基隆 对不对 对那基隆 对在我们学校在基隆 呃 但是其实呃 呃 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推荐听众跟主持人都可以去 嗯哼 就是基隆的卡马定 他是一个批发市场 嗯 对那他通常是晚餐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他大概营业时间大概是呃 凌晨的一点钟开始 凌晨一点钟 对对 一直到六点对 所以就是就是一名出去捕鱼的时间吗 是这个意思吗 哦没有他呃 他是一个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 对对对 那所以也是因为鱼货进来是这个时间吗 对但是鱼货进来 在每个地方不一样 嗯 比如说呃 会进来卡马定的 他有可能是基隆周边的 所以他那个时间就不固定 哦 但他会统一在凌晨的一点到六点去 去批马 卡马定 对 对 那如果他的鱼园是来自于 比如说头城大西的话 嗯哼 头城大西的鱼园大概是凌晨三四点出港 然后他会在呃 下午一点钟左右翻港 那拍卖之后 然后晚上大概就会送到 送到卡马定 送到卡马定 对对对 是这样子 所以那边就是都很新鲜 然后 可是他不会就是很那种 很大型的批发商去批发吗 呃他大部分是 那领买买得到啊 呃 我 我不建议去领买 对 那我们要去批发 不是 不是 因为你如果领买或批发的话 其实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画面 哦 因为其实在逛鱼港或鱼市场 其实最精彩的不一定是我买到什么便宜 或者新鲜的鱼 而是你看到那边的呃 比如说你听到声音 闻到气味 感受到温度 还有那边有不同身份的人 比如说你可以猜他是餐厅的主厨 或者是他只是一般传统市场的鱼饭 哦 甚至他是所谓的呃中间商 那其实都蛮有意思的 其实非常活路的在交易者就是了 对那 所以你建议大家去并不是建议去买鱼 是进去那边欣赏一下 对对对 那那另外一个就是呃 基于自己也是吃货的的呃 呃这个原因 我很推荐各位在那个时间段的前后去呃 呃比如说享受基隆的美食 包括 所以现场可以吃啊呃 周边有一些可以吃 哦 哦 那甚至是呃庙口他有一些美味可以吃 哦 对 庙口是说他那附近有个庙口 还是就是讲基隆庙口 就是基隆庙口 因为走路过去大概十分钟以内都可以走到 就这么近啊 对而且我非常推荐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才是基隆当地人 或者是鱼饭的庙口 OK 就是一般平常都观光客的庙口 所以所以吃的东西有稍微不一不太一样 哦 好有意思 对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可能坐在你旁边的 那就是刚结束他今天一天工作的鱼饭 所以你会听他们在谈不同的鱼的名称 然后不同的价格 然后他们会讨论呃进货量的多寡啊 好品质的好坏啊 这样子啊 听到一些有关于市场的八卦是蛮有意思的 真的啊 所以等于是他们可能真的才刚刚结束基隆庙口的生意 然后就去了这个港口 然后 他们通常是结束了批售的生意之后 批售的生意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可能吃吃个吃个饭或者是喝个小酒这样子 哦 所以你看我们都很去我们就属于那观光客的 去基隆大家只想到像我就只想到什么必杀鱼港 然后呢 我觉得只要愿意走到当地 不管任何一个观光渔市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 因为你就离呃 产地更近一点 更近一点 但我也必须讲这毕杀鱼港给我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总是很好的 那后来就越来越商业化 然后长的样子就就都很一样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去那个地方 他就会每一个店都问你说是不是要吃海瓜子 然后就越来越没有他的独特性 对所以这个才是 这又回到我们这本书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出自己想吃的 或者是知道自己想吃的 因为消费者是能够改变这整个产业或整个市场最大的力量 嗯嗯 所以当你跟他说我不要吃海瓜子 你介绍我今天最新鲜的或是在地呢 最最当令的 对或最有地方特色的 最有地方特色那就是了 OK好 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说呢 呃这个里头啊这个非常特别的是很多的鱼炸啦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猪炸牛炸 羊炸就很少听到鱼炸 鱼炸也就是鱼的内脏对不对 对一般我们讲的炸或是下水就是指内脏类 对那鱼是因为他的体型通常不大 而且他的鲜度更容易腐败 所以就变成说他的市场的普及率可能不是那么高 嗯哼所以大家如果要享受鱼炸的美味的话 第一个就是呃他只要有在呃切撒西米的店 他的鱼炸相对都是呃丰富而且新鲜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要麻烦各位移动一下脚步到接近产地的地方 嗯那你就可以呃吃到比较多样的鱼炸 哦这样是一般的什么日本料理店 然后是在东市里面的这一些海产店 比较少这些鱼炸 是因为他可能距离产地远 可能不够新鲜不好保存不好运送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他会呃 担心说胆固醇会不会太高 哦那这是或者是有些人他对于内脏的呃 风味口感接受性比较没有那么高 比较不了解因为我觉得鱼炸你想来想去齁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就是说他真的是比较小而脆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好像很难想他独立 比如说鱼的心嗯是不是小波拉鱼有心 但是如果是骑鱼或鱼的心大概就跟拳头一样 对对大型鱼所以在里头你就发现说 一般想的时候想哎鱼心鱼肺鱼肝鱼肝鱼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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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觉得很小 对不对怎么吃啊当你去想想大型鱼的时候 他就很大很大就可以切片对不对甚至可以切片好 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鱼肝比较多啦鱼肠比较多 还有喜欢吃鱼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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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哪里好 所以这几个我们休息完呢就回来继续聊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黄志洋老师啊 来聊怪奇海产店啊那这本书里面的海产店呢 卖什么怪怪的东西呢 好一开始我们就先聊一下现在很夯的是石斑鱼嘛 那所以石斑鱼石斑一开始你开门见山就介绍一个石斑度 但是又说此度非彼度所以他就不是石斑鱼的肚子就是了 因为各位如果去特别是中南部 或者是台北现在大概也有了 就热炒店他会有一个大概像大拇指的指尖那么大的东西 然后你问他是什么他会跟你说那是石斑肚 然后价钱也不贵 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照片到时候放在影片上面给大家看 其实老师这本书里面有很丰富的照片 但是呢在镜头前面看起来会觉得太小看不太清楚 我给你说直拇指大 对大概一个拇指大 那因为其实我们都喜欢在把东西往高处讲 所以我们所谓石斑肚 其实他有可能是鱼鱼的胃或者是牛蛙的胃 因为这两个牛蛙现在比较好 但鱼鱼还是我们主要的养殖的生产 你说往高处讲是说把价格往高处讲 还是把身体的部位往高处讲 把名称往高处讲 就说石斑肚也比较高级 对因为石斑毕竟还是相对价格比较高 或者是大家会认为说我们一般会吃到石斑的机会 大概就是在喜庆宴客 或者是年节聚餐的时候会有石斑 所以当你听到说石斑肚然后他炒一份可能 一百五到两百五之间大家就很容易接受 确实口味也不错 那也可以去 那不是有点在呼隆吗 其实 大家都很习惯这种呼隆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 我们也不能否认餐厅或是厨师 他可能为了消费者好 因为当你听到吃青蛙的胃的时候 其实吃不太下去 你讲也是 他会美化 美化一下这个汤在卖的东西 确实是很好吃 但你并不要因为他的部位 或者听起来不好听 所以就排斥 对那因为石斑我们大部分都是全鱼 甚至是活鱼上市场 所以他比较不像鲁鱼 他有因为他有外销的加工 所以我们在三清的过程 我可以取得大量的鱼的胃 OK 好那所以这边就要来了 就说那他既然是 如果说你把名字取得好听一点 我就可以接受 那问题是他既然不是肚 为什么要讲他是肚啊 他是胃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不管是国语或台语的发音里面 那个度或者是度 其实他包含了三个三个范围或者是部分 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的度就是腹部嘛 对啊所以比如说闽南语里面 台语里面讲 就是腹肉 所以像我们吃的黑胃的腹肉 大腹肉 其实他就是属于肚子的那个部位 腹部的这个位置 那一个肚子的是胃 所以我们讲的比如说书里面有讲到这个 腹部就是其余的胃 其余的胃大概有一个保温瓶 大的保温瓶那么大 对那只是说他 那石斑的胃有多大 要看种类 因为石斑小型的石斑大概一二十公分 也有大有小 大型的石斑大概两三公尺 两三公尺这么大 两三公尺这么大 只是因为那样子的鱼 他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龙胆石斑 他就可以长到大概四百到六百公斤 对但是因为那样子的鱼 一般市场没办法消化 所以再加上养殖业者 他如果要养那么大风险很大 所以大概就不会出现在市场上面 这样子OK 而且所以你看鲑鱼每一次要卖的时候要 那么场面多大 掉起来然后轮切 这样什么之类的 OK好 还有一个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度 他其实指的是鱼表 就是肚子刹开有一个气囊 那是控制浮沉 或者是他可以震动之后发出声响的 对气囊对不对 气囊所以那概念很像气囊 汽车的安全气囊 那样子空空的 然后对因为它是调节 调节它的浮沉的一个构造 所以这我记得我吃过 所以他们跟我讲 这是鱼的气囊 所以就脆脆的 对不对口感是脆脆的 对对 那因为像华人讲的爆生刺肚 这个四大海味的干货 那其实肚子的就是 他们有人讲广度或花椒 他指的就是那个干制之后的气囊 所以花椒讲的是气囊 对对对 那他最 那是不是有人跟我说 花椒的那个花椒是金囊 所以才会说他会那么的滋补养颜 什么回春啊 金囊大概没有办法那样子做保存 因为他主要的成分应该是脂肪 对或者是水分 所以花椒是气囊 气囊对那最好的是大型的食手鱼 对因为他又厚而且又大 那但现在那种资源很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鲜鱼啊 鲁鱼啊海蛮啊做替代 OK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 我们以为吃到的鱼肚 很多都是鱼的胃 胃 跟鱼的气囊 气囊对 OK 那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气囊那个你说念标 对不对标 有标也有标 就是气囊的话是鱼字旁的 再加一个票 电影票的票 对那我们台语里面 但是大家都念标 对啊台语里面讲的标 它那个就是肉字旁 那那个指的就是雄性的生殖腺 就是金草 金草 对金草跟金囊 其实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通常在餐桌上 在菜单上面 我们大概会用鱼摆 因为听起来稍微 稍微文雅一点 稍微文雅一点 对对对 这样的也好 佛多我刚才在跟老师 讨论的时候 那都都念标 因为不会有人去念标嘛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都是标 一个却是气囊 一个却是金囊 这个差很多 尤其口感也差很多 对对口感差 因为金草金囊 是那种软软的嫩嫩的 像豆腐一样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 有点点恶心的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都念一样的发音 其实是真的有点怪 所以太好了 叫鱼白 问题是那如果说 我们说我们要去点一份鱼白 老板会听得懂吧 老板大部分听得懂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因为养殖的物鱼的产量很大 所以当然我们养殖物鱼 主要是在取物鱼籽 对对 但是如果它是雄性的话 就是鱼白 就是它有金草 那大概在秋冬之后 大概在市场上面 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而且秋冬正是海鲜最肥美 然后我们又需要 调养滋补一下 所以简单用麻油 或者是用一些豆浆蒜苗 就非常好吃 对对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慢慢开始 对对 蛮适合的 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 所以这些我们刚讲到 就肚至少有大概两种 一种是胃 一种是胃 一种是气 胃跟金草 金草 就是你说的鱼板 鱼肚 鱼肚是胃 胃跟气囊 但是我们另外讲到的 这个鱼白 就是肉质旁的那个标 就是金囊 这些都是属于在秋冬季节 特别好吃吗 还是胃 它要看种类 那鱼就是胃的话 它大概不分季节 但是标 因为它跟每个物种不同 它的生殖成熟的阶段 或是季节不同 就会有一些差别 OK 所以卵跟金草的概念 比较是属于一类 对对 它都是生殖线 对对对 然后那个 那但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的胃 为什么我们要吃鱼的胃 鱼的胃很好吃吗 因为它就 不是鱼的别的地方 它就QQ的 就是QQ 对对对 因为台湾人特别 讲究Q这个口感 因为你在华人其他地方 是找不到 我们讲的Q这个字 甚至它没有一个中文去对应 我们就用英文在Q 对耶 是 因为它指的是肌肉非常发达的地方 那其实像我们书里面讲的 那个死斑度 其实还好 更Q的其实是来自于乌鱼 对我们常吃那个欧伊肝 欧伊肝 那肝是 它的胃 也是它的胃 对只是它的胃又 又特化成了 我们叫做所谓素男胃 因为我们一般的胃就只是 去存放一些食物 然后在里面消化嘛 对 但是它的胃 它还要有非常厚的肌肉 肌肉壁可以让它 再吃进一些泥沙 然后用泥沙搭配肌肉去磨碎 它吃进来的东西 哇 它有点类似我们吃乳胃 里面那个鸭鸭鸭鸭鸭 这么厚实的感觉 对对对 它一颗小小大概像一个陀螺一样 对所以 牧鱼的胃就这样小小的一个 其实也已经不算小 大概也有我们一个大拇指节 再大一点 OKOK 这样子 哇你看所以光是一个胃 有那么多不同的名字 在不同的鱼的种类上 所以我就说会常常会觉得搞混 好 但是你刚刚这样讲 很好玩的就是真的是 好像我们华人很特别喜欢是QQ的东西 对 QQ脆脆 OK 所以气囊也是QQ脆脆 胃也是QQ脆脆 然后像鱼皮 对我们很喜欢是鱼皮 对 或者是虱目鱼 其实大家仔细注意一下 虱目鱼的鱼头 它面颊上面有两片肢碱 对那那原本是透明的 那一加热之后就变白色了 对那那也是吃起来QQ的 所以有人在吃虱目鱼的鱼脸的 那两片最最特别 但是虱目鱼头 是有人在专门在吃的 你讲了鱼皮 我记得你这本书 哪里有讲到一个鱼皮是专门 啊不是墨鱼的皮 对那个他们叫做海香菇 对啊你看 你看会不会搞混 真的会搞混 我在家看的时候想说 这样怎么要怎么讲给大家 嗯大家 好像我们今天要把大家 讲到大家听得懂 但是看完以后 听完以后觉得 好像也还是蛮复杂的 对所以值得大家 亲身造访鱼港鱼市场 传统市场甚至海产店 用吃的比较容易记得住 OK好什么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来生时间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海洋大学的黄之阳老师啊来聊这本呢他的作品啊是怪奇海产店 所以我们刚聊到的是鱼杂类了 那鱼杂类就已经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刚讲到包括那个墨鱼皮啊 我觉得老师还蛮贴心的 他在里面就有特别讲到说 为什么要特别揭晓这个海香菇呢 是因为担心呢 你听到香菇 然后我们家觉得 哦那我吃素 我来点个香菇 那嗯他就会踩到雷 因为他是荤的嘛 他是墨鱼的皮 所以也是脆脆的QQ的 对他呃其实 其实这个要话说从头啦 就是大家对于墨鱼屋贼画质 就是好像这几年都在聚焦在我怎么样去分辨 泡鱼啊冷洗啊 Taco啊这些东西 是是是 但其实我们经常在吃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从呃餐桌餐盘上面去观察 嗯嗯 不管你吃的是加工品 比如说花籽碗 墨鱼碗 嗯或者是墨鱼姜 甚至只是汆烫的这些东西 嗯嗯 其他有很多的部分被我们呃 呃遗忘了嗯 甚至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去遇见他 嗯嗯对比如说您讲的这个呃 呃我们吃了花枝碗 那那他当然是花枝姜 或者是花枝块是花枝的肉 对但他的皮必须要去撕掉 嗯嗯 当当他有一定的量的时候 其实呃商人或餐厅业者 他就想说怎么样把它变成一道 运用对口味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节俭 我们非常的物尽其用 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 对我想这个是华人吃鱼很很大的特色 对啊那你既然就已经把它给结束生命了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让他使得其所呢 因为好浪费哦 对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华人吃鱼是 从头吃到尾 嗯然后从外吃到内 嗯然后再从小吃到大 嗯 从小吃到大就未必好了我觉得 如果是小宝宝 该让他长大的就让他长大吧 哦对但是但是我们在这边讲就是呃 其实我们一直在推一个观观念就是 大家吃鱼也不要吃太大的鱼 当然也像主持人讲也不要吃太小的鱼 我们只是没有成长的鱼 对那我们吃的鱼大概就 就以各位的巴掌到两个巴掌的长度 嗯哼做为一个考量 就是我们指的就是他最大的体型 或他承受体型大概在这边 嗯哼那我们去选择那个 因为这样子体型的鱼 太大是怎么样 为什么太大也也不好 太大因为他在食物链的 呃我们有一个叫做生物累积的效应 他有可能会从环境里面累积太多的一些污染源 或者是环境荷尔蒙 就修炼的顶层的时候他就是 就是他他吃的东西都是 从会会不断收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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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他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可能已经累积了所有海洋里面 假设他的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污染物啊什么东西 对因为当他没有办法去代谢掉 或者是排泄掉的话 他就是堆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是这个意思OKOKOK好 小心鱼可以理解啊 不是讲小鱼 小是说他小小baby 但有些鱼他长大了还是那么小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对不对OK好 所以呢从小吃到大是这个意思 OK好 对啊所以你刚讲华人是这样子啊 所以不像是外国人 外国人经常就去头去尾 就是只吃中间那一块 那块肉对对不对 那那像花枝的话 其他花枝有于这类投足类 他其实衍生出很多的商品 其实我们都有吃到 但是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大家去吃的那个龙珠 对我就想到这个 这个啤酒屋里面都有 对胶岩龙珠 那个龙珠 其实他是他的口求 对那如果 龙珠 为什么小时候都被骗了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跟老师 好像摄影 摄影教摄影的老师去 他就跟我说那是什么 墨鱼的眼睛喔 没有那个眼睛 其实反而没有什么好吃的 对对对对 对后来我长大 长大以后说 什么口腔里面什么东西我想 哈是这样子 对他的口求 所以如果 偶尔我们会在里面 还可以找到他的牙齿 他的牙齿叫慧壮齿 因为像鸟的嘴巴一样 真的吗 对我们在龙珠里面 吃得到他的牙齿吗 对吃得到他 如果那个没有处理好的话 大概可以吃到他的牙齿 对那 比如说像墨鱼的墨囊 墨囊 那他有特别拿出来利用 墨囊就是他 他蓄积他的墨汁的地方 对对对对 那他吃好气也是因为他脆脆 没有没有 他一个是要他的颜色 一个是要他的气味 有特别的气味 对他有 其实老师在这边说明 经常讲到气味 就有些部位的气味 特别浓郁对不对 对那那气味他其实 就就两个字嘛 一个是用你的味蕾去 舌端的味蕾去感受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吃完之后 可能吞咸 吞咽下去之后 他会有股气从你的鼻腔出来 所以你的鼻腔里面 其实也可以感受到 不一样的味道 这么浓郁啊 对甚至是他会在不同的料理上面 或者是不同的温度 或不同的搭配 其实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样子啊 只是现在人吃饭太快了 对或者是吃的东西太单一了 所以他可能没有留意到这些东西 哦 ok ok 但是你说这个墨囊 他有一些独特的气味 对 是什么样的气味 他其实有一点 呃 鱼腥味 但那个 但那个腥味不会让你觉得 那就是很多人不太敢的 我觉得一直在想说 这个气味是好的气味还是比较 对但那个气味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颜色很深 嗯 所以我们吃意大利面的时候 对 他那个墨鱼面 对啊 是啊 他只是把他的墨汁揉入那个面团 对没错 那也有做烩菜 也有做炖菜 然后甚至日本他有拿来做腌制的 对 但是他都是拿墨汁 但不会拿墨囊吧 墨囊 墨囊其实就是呃 像一个小袋子一样 他把那个墨汁都在里面 所以你要取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整颗墨囊摘下来 然后再把它化开 化开 对 但是取其枝那囊呢 囊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 但是也拿来吃吗 你意思说囊也拿来吃吗 那个囊大概没有 他有点感觉像葡萄皮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的质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察觉到 了解 所以你刚刚说墨囊也拿来用的意思说 里面的枝液也被拿来用 对对对最主要是墨汁 哦 了解了解 所以我们吃他的口气 对 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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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他的皮 对 那甚至是 日本他有 日本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日本料理店 或者是特别是居酒屋 嗯 他有个墨 墨鱼的盐心 那墨鱼的盐心 其实是他把 呃 其实他虽然是讲墨鱼啦 其实大部分是鱿鱼 或者是透抽这一类的 枪油 然后他把它肝脏取出来 嗯 然后肝脏再跟他的呃 新鲜的这些呃 煮啊 或者是身体啊 把它剁碎之后 嗯 然后把它用盐分把它腌制起来 嗯 那他随着发酵的程度的不同 然后他的风味跟口感就会不一样 嗯 我觉得日本料理很会处理肝呢 而且他们也很爱吃肝对不对 嗯 嗯 雪鱼肝安康鱼肝 哦对对对对 那那个都是很好吃的东西 对啊对啊 对啊 那甚至你去烧鸟店就是烤烤烤鸡肉串的那个 有很特别 你刚讲说 经过不同风味的腌制 对 就会有不同的味道 然后他们讲的 赖把或者是 指的就是那个肝的部位 嗯 因为肝其实是 一个生物储存能量最主要的地方 然后他有非常复杂的组成 然后他的口感也非常的特殊 嗯 那特别是因为 动腹力 所以可能鹅肝已经没有了 嗯嗯 那鸭肝也备受争议 但是鱼肝相对是 供应量比较充足的 所以其实像我们都很容易买到 鱼肝的罐头 对啊 是这样子啊 你只要再切个洋葱 然后再造个沙拉酱 大概你五秒钟就可以出餐了 对对对 是真的这个样子 没错 好所以呢鱼肝之外呢 还有个墨鱼鱿鱿鱼肝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在现场 邀请到这个黄志洋老师 他这本呢 怪奇海闪电的内容 真的还蛮精彩的 然后如果说你喜欢吃鱼 蟹虾等等 或者你吃总而言之海洋来的 但是你不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呢 看一看都会有更多的一些 丰富的知识也好 有更多的感受也好 一些或者说 你会更想去试试看啊 比方说 像我就一直很好奇 这个藤壶这个东西 因为你没见到一种很怪的东西 就是海洋里面经常有那种壳很厚 有点像 有点像是 不是蛤蜊 就是 像是生蚝那一类的 就外面的壳尖如岩石 那有些看起来更难去辨识 但里面呢 就是很鲜美的 那你说它是贝类吗 好像也未必完全是 那有些是软软的 有些是硬硬的 那在里头的话 有一个藤壶就最特别 就是因为里面有照片 它长相 就不像是你说贝壳 你可能大概 就逐渐熟悉贝壳的感觉 就两片 那只是上面呢 有波浪的啦 有没波浪的啦 有纹的啦 有没纹的啦 有平滑的啦 有不平滑的啦 但是像藤壶 什么佛手这些东西 就更奇怪 那我对于藤壶的印象很深的是 呃 少年拍的 呃漂流日记 吗 大家有印象吧 或者说有一本书非常好看 叫做漂流 就是在讲到 呃海上遇难 求生 很多这些求生的人 之所以可以在几百天之后 呃这个还还可以啊 这个 呃幸存 经常都是的 在船的旁边挖藤壶 所以呢我就对这个藤壶 真的印象好深哦 它就是一种海洋生物 它会巴在一些呃 呃轮船 轮船上啦 岩石上啦 然后敲都敲不太下来 那一旦敲下来之后呢 它会成为呃 呃在海洋上面的落难者 唯一的啊 这个营养的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呢 在这本书里面这个藤壶哈 这个被老师形容起来 哇这个美味的不得了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呃 其实要吃过才知道 我真的没有吃过 觉得好好奇 他在他在餐厅里面 会不会只有外国有 我本来以为 在外国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刚才您讲的那个例子 我想说 哎求生的人不但活命了 而且吃的还不错 哈哈 他自己弄耶 要自己弄自己 在国外像藤壶或佛手 这是非常昂贵的食材 因为它取得非常的困难 因为它就生长在 呃一个就是漂流物 或者是船 船只的表面 甚至金鱼的体表 但那个部分我们拿不到 对那 呃 可以冒死前往 他要算算算潮系 然后要纯粹人力去 去把它敲枣下来 所以真的就像您讲的 就是冒着非常高的风险 这有点像是呃 韩国跟日本都有海女去敲 那个鲍鱼的概念 对 海女大概是以呃 鲍罗 鲍罗跟熔罗 还有海胆为主 OK 对那那 但是这个更难找得到 对这个更难找得到 它不是在近海就是了 欸它其实是在近海 但是它就是生活在那个 波浪非常 汹涌的那个环境 对那为什么说吃过才知道 就是看起来像 餐厅叫做火山 因为它就是一个锥状的 对那你从外表是看不出 它的什么生物 但是你只要尝过它的话 你马上会联想到 欸这个好 这不是就螃蟹的味道吗 其他跟虾子跟螃蟹是亲戚 所以它不是被类的亲戚 它不是被类的亲戚 喔 欸这样子好奇怪 那包括了 马祖这几年 比较被大家提到的是淡菜 淡菜 其实马祖的佛手也非常有名 或者是他们 他们叫做比架 那那个其实也是一种的 我们叫做 所以看来像爪子吗 对对对对 它就像一个爪子一样 那那个其实 但没有那么大 它是小一点的 小佛手 那它也是藤虎 它也是藤虎 只是长的又不太一样 可是你刚讲 马祖淡菜最近很有名 但马祖淡菜是属于贝类啊 对啊它是贝类 但是我讲是 马祖有一种叫佛手 或是比架 那它又是你刚刚讲到 味道像虾蟹的那种 对但是因为 观客去就是吃淡菜 但其实有机会 比较早去那个 狮子市场周边 那其实都有渔民在卖一些 当地有特色东西 哦所以你刚刚讲说 马祖可以去买到佛手 那佛手就属于藤虎的这一类 对对对对 那在台湾的话是买不到 藤虎这个东西 呃季节非常短 它大概就是定制网 或香网在整理的时候 它会把那些东西敲下来 而且要渔民吃剩的 我们才有机会 吃得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老师 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 概念就是 我看很多的一些 你介绍的东西都是属于 主要的渔货之外 顺便被捞起来 然后剩下的 那事实上都是很珍贵 而且量都不多 而且都是懂得吃的渔民 自己先吃 然后剩下来的 都是渔民的朋友 才吃得到 而且我们希望藉由这样子 大家可以更在意 更珍惜这些海洋资源 嗯对啊 否则的话 好像你觉得 这个是旁边 滴滴扎扎的东西 也就把它觉得好像 气之如必喜就是了 这个藤壶 老师说在国外的 网路上面拍卖 一个会要到什么 四万啊 没有啦 藤壶大概 一份的话 大概要 可能50到120美金 就是你吃一份这样子的餐点 对啊 这样子很贵 好几千 对不对 就是四五千 OK好 所以呢如果说你去港口呢 或者说你去哪里碰到这个藤壶的时候呢 赶快吃吃看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好所以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 特别的一些怪奇海产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来看一看 好今天非常谢谢呢 黄俊阳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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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